创造奇迹 你相信创造奇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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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创造奇迹 先进训练创造奇迹是有可能的 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画在我的身上 在1980年的时候 那时我是在跟我的先生 但是我们两个人在拍拖 那时我是跟他做打理和邪恿的人 那时刚好是遇到这个行情 很滑落的时候 那时我们的时候生意 所以生意二根本就是 招不到这个鞋名来给我们 那时我是开工 就变成每一个就是 要开那个 要发那个鞋名 鞋子出去给工人做的时候 就是没有单 没有单也照发给工人做 因为我没有单 没有那个鞋给人家做 人家就会是包不住的 这样我先生就是坚持的 他的这个工作 所以并且不要停工 工厂继续的照样开工 这样我们就是 每天做的就是做的就是 做的就是 做的就是放在一个座里面的 后来就是 我先生就是每天 跑进跑出的去找鞋 然后就是去弄 这边整个转播的鞋店 跑去 跑去的时候 要去找生意 就是要帮那些啊 鞋店的老板娘啊 帮他们啊 卖东西啊什么 就是在那种鞋店那边 都留股色 这样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老板原来每天 还会帮忙 想办法去怎样 创造这个事业 买一点鞋店 整个就是会 去外面鞋店那边啊 啊 这样我就是这种 我就是这样的名言了哦 后来 后来 我的老板 就是我先生 也不 他自信的坚持他的信念 他就是一直的 啊 要坚持这个工厂 自信的鞋店 然后就是到了继续的时候 一个星期只能开工三千罢了 结果没有办法的办法 他就将那个已经做好的鞋 拿去夜市去啊 便宜的卖 便宜的大卖 就算转了一点 那个那个那个事情回来 这样我们 当时是讲的 呃 老板搞到这个地步 要拿了一些鞋店去 啊 夜市里面 有一个人这个工厂里面啊 真的是 士气沉沉 这个 那主要是 就是呢 晚上就是 去那个夜市里面 排卖这个鞋子 之后就是 我的老板的弟弟 他也是一个工厂里面的 第一小小的老板 他也是其中的一个设计师 设计那个鞋子的 连他也信心动摇了 跟他那个说 诶 你在啊 摆那个 卖鞋子啊 然后不用紧了 我就在那边摆那个 他那个龙眼水了 这样 我的先生 不能够 你身为一个也是工厂的老板 你不可以卖龙眼水 你只可以卖鞋子 这样我的 那个第二老板的弟弟 那个老板的弟弟 就没有办法 你自信的 也是去卖鞋子 就是这样子 那只过了半年 有一天 我在一个朋友 邀请我 去参加一个 唱歌那个营业会 的彩排 刚好 我就站在前 坐在前面 我就在看 看台上那些 唱歌的舞人员 在比赛唱歌 我就 吸引了我 不是吸引我什么 我是看到的 脚下鞋子 很吸引我 我就 不是那个女孩子的样貌 也不是她身材 就是她那个鞋子 很特别 很漂亮 那个顾色真的很漂亮 吸引到我 然后上背的时候 我就马上跑去那个女孩子 我问 你的鞋子是在哪里买的 我说是在巴黎党 巴黎人 我说 这样浪漫的一个地方 拍回来的鞋子 也这样浪漫的迷人 这样搞呀 哇 我回家 在家里的时候 回到家 我不能够睡觉 我整个晚上不能够睡觉 因为我从当场那时候 我看那个女孩子的时候 因为呢 整排女孩子 她们不是穿着 三重的尖尖的鞋 只是她一个很特别 就是穿着 平底鞋 那个包 固包的鞋 固的 很 整行 很出色 就是吸引了 给我一个好像一个想法 一个很特别的想法 就是 那个鞋子就是吸引了我 我就 当天晚上 我不能够睡觉 我明天一早上 起来的时候 我六点钟 我带 一两八十三大钟 这样去 去敲醒我的第二老板 弟弟的门 我说你出来 我说有好消息 告诉你了 她睡不觉的时候 就猜猜也是什么东西 我说来来来 过来 她还没有吃过 她没有吃东西 不用吃了 这个你不用吃了 你看了 你是饱了的 很麻的精神了 这样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昨天看到一只 那个鞋子的样子 很特别 我告诉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同感 我说 我看到他们的鞋子 因为当时上回 那个鞋子是 那个皮色 是有个喜欢亮亮的 但是 没有看到有一些 好像亚瑟那种鞋子的 就是我看到的 亚瑟的鞋子 我就跟她讲 这个鞋子 很高雅 很特别 我就跟她讲 这个鞋子 因为那些鞋子 当时的人 都是拿来做 闯连布的 还有麻布 这样 这样我就跟她 讲 她就开始跟我讲 然后我就 我就 我就这样 我就跟她讲 你拿你的鞋子的款式来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给你 知道她的特点 就在她的布饰那边 然后我们怎样 用这个布饰来做一个特别的 跟人家不同的 我觉得我是 因为我不是设计师 但是我是看到 因为我也是做鞋 然后我就是看到 那个女孩子 整排的时候 她是特别的 特别出色的 我说你可以 不可以做到 我心目是想要的 这个东西了 然后她也接受到 我这个东西了 没有 我们就在那边讨论了 这样打开 那个 那个 设计师 那个鞋子 就这样一直讨论 讨论了 要怎样演 那个布饰来 用在鞋子上面 还是要怎样 那一天怎么什么 一直讨论 讲到真的是讨论了 晚上三点 都是在那边讨论了 后来 结果 就是她一下子 敏感到来说 比如 讨论是这样 因为那个鞋子 是 那个布 假如你是用在上面的时候 你是 有限定的 但是 假如那个布 你是要在那个角针的时候 你可以无穷的变化 结果我们就用了这个idea 我们就将那个布 买回来 就用在那个鞋子的底下 然后我就出一个 10个semple 拿去商店 去找人家 他们一商店一看的时候 哇 怎么办 你这个 在哪里 得到资料啊 是在哪里的 这样出事的 结果 他们一下订单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 反而我们是一个礼拜 是做300双鞋子的 但是 我们一出货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见到订单的时候 就有3000双 然后3000双啊 因为是升到啊 我们一个月啊 我们可以做20双鞋子 20 20千双鞋子 连巴扎鞋店的群 这个消息 都来看他们 他们的能源啊 来跟我们 解采这个整体 结果就是 因为这个很特别的鞋子啊 因为我们 做这个鞋子的时候啊 我的老板很很厉害 他说这个鞋子 都称了 就是这个鞋子 然后这个鞋子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市场 跟他炒完啊 然后出生 已经拨 炒到新加坡了 炒到完 滚在货场里面 慢慢地买 他们在外面 他们在那种鞋子 他们一直找那个鞋子 我破颜的呢 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就是我们之间 有这个破颜 结果 你们的声音就是这样 一个转机罢了 一个创造奇迹的 一个信念 一个转机 就将我们的声音 从零 然后 好像人家所谓的 真的是我感觉到 好像做自身机这样 开始的时候 是你看不到东西的 完全没有看到 一向子 所以有人将敢 成功 有时 就是 盖壁罢了 再次 失败了盖壁罢了 只要你坚持下去 你一定 能够成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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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